第1178集 他浑身都是原田神文密密麻麻在快速的军力 早已在方才的战斗中被原田是注入了一道道元气 布下了原田神文 他在大脚奋力挣扎 但是却难以动弹 像是被人定在了虚空 另一名更为恐怖的祖王出手 但却没有救下来 张林展开无上元树 像是在以刀解元石一般 隔空轻轻的滑动 这名祖王身上有一道道血滑崩陷 在被解体 这是举世无双的元道秘书 早已于战斗的过程中 在敌手身上种下原之道痕 此时引动如切朽石 最后一声大叫 这名祖王身体崩溃四分五粒 叶帆一步跟进 浑身黄金战气沸腾 将整座神灵谷都淹没了 一拳将那颗飞过来的头颅 打了个稀巴烂 遥远的山崖上 杨仪情难自禁 泪水不断地滑落 见到张林 英雄气概 一如过去 她心如刀绞 为何只有一夜的生命呢 再也见不到你了 她悲夜 敌音先是如速如气 而后突然又高亢了起来 战死在沙场 埋骨于刀光中 这是英雄的归宿 总有落幕时 她吹响了一曲战歌 在哭泣送别 神灵谷内 祖王鲜血飞剑 到处都是残叫声 但凡被血液触到 务必被蒸干 这具破损的肉身 有一种可怕的魔性 每一滴血 都像是有一种不朽的力量 毁灭一切阻挡 这就是圣人 浑身上下 蕴含了海量的精气 随便一点血肉 都可震杀圣主级人物 恐怖无边 将来的圆天道数 举世无双 将一位圣人的身体瓦解 就像是切食一般 果断而凌厉 干净而利落 这是一个吓人的场面 所有古生灵都被镇住了 此时连祖王的头颅 都被人族圣体 一拳轰了个稀巴烂 对他们来说震撼而可怕 是无可想象的 自古以来 第一次有人族敢蒸发而来 而且如此的强势 势如破竹 连祖王都被震碎了 让很多古生灵 胆寒 虚空中 在那破碎的肉身间 有一道璀璨的光芒绽放 在那碎肉中 冲出一道绚烂的红芒 叶凡暗中冷嘲 早知你会有这一手 他曾与紫天都大战过 深知这一族 有一种诡异古术 该族何以将居地命名为神灵谷呢 不是没有原因 他们主修的是神灵 肉身只是一个驿站 神灵谷最终是要修元神 炼出自己的神灵 达到最高境界时 会舍弃肉身 身为一个强大的祖王 他的修行 肯定走到了一个害人的高度 元神之强大超乎想象 完全可以丢掉肉翘了 叶凡有心算计 早已知晓这一切 自然没有一点距异 向前冲去 无知的人族 在神灵面前 你即便拥有最坚固的圣窍又如何 与我来说 那只是一具臭皮囊 只是一处驿站 只是用来短暂驻足的地方 现在就取来为我所用 一片赤盛的光浮现 一个全新的太古祖王立身在虚空 自碎肉中冲起 向前扑来 他像是以光铸成不可正式 整片天地都一阵轰鸣 各种天道纹落浮现 什么不朽 什么永恒 什么万古 都像是要破灭 此时 连张林的瞳孔都绽放出了一光 轻醋起眉头 少家不注意 多半真会吃大亏 这是神灵谷最强大的禁术 以神灵降临 临于人世间 专展元神 夺人道区是坏人根基的一种可怕秘书 叶凡张开手臂 主动迎了上去 像是在开门一道 根本就没有抵抗 任那道不朽的元神光飞来 什么 他敢如此拖大 这是在自寻死路吗 即便是盛巧又如何 等于我祖祖王的一处驿站 他敢开门迎击 许多古生灵都冷笑了起来 方才他们吃了大亏 而今终于见到战局将要扭转的一幕了 不过 太古祖王毕竟非比寻常 见到这一幕意识到不妙 想要后退就此撤去攻击力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叶凡体内似无底洞 尤其是仙台那里 更是忧生无比 化成了一口深渊 将祖王元神吞没 他惊恐大叫着 不像是发现了最为可怕的事 感觉像是在面对太古时的黄一般 肝胆都要阵裂了 这种感觉他生平仅有过一次 那就是太古末年 他去觐见斗战老圣皇时 感受到了无上天威 忍不住沉沦 跪拜在那里不敢动他一下 而今他没入这口深渊时 有了同样的体会 他惊恐大叫 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定是冲进了太古皇的兵器中 或许确切的说是 进入了人族大地的几道地兵 这是飞蛾扑火 自寻死路 很显然 人族圣体挖好了坑 静等他施展这种古术 夺旗道区 引他入死瓮 这是绝杀 最后一声惨叫传来 叶烦的眉心乌光一闪 彻底恢复了平静 连一滴涟液都没有透出 所有人都呆住了 神灵谷的各路人马心胆欲裂 这是他们的力教之本 是超凡的神术 却被瓦解了 一位太古祖王啊 无声无息 反被人给吞噬了 成为了一道烟尘 不复存在 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 吞天魔馆 微谷之大地的兵器 不要说是太古祖王 就是日月星辰都可吞掉 主动的冲进去 自然是死路一条 旁边 另一尊更强大的太古祖王咆哮 滚滚摸起冲起 一下子将天上的星月都遮住了 他一步踩踏神须 快速的扑来 浑身都是光 摸起滔天 眼中山河崩塌 日月沉醉 显得无比可怕 这是大道的痕迹 他以绝世法力 斩叶藩之元神 要抛开其仙台 顶得一声 张林出手 轻轻一弹指 四面八方 也不知道有多少 冤天文落成县 整座神灵谷 都成为一处祭坛 神光如燕 这是要将整座山谷中的 所有生灵 全部都给活祭掉 同时 张林以这种无上禁忌援阵 挡住了这宗谷王 而后从容的杀了过去 这宗谷王眸光流转 充满了万古沧桑 轮回的力量打出 喝了一声 劫道轮回 这涉及到了劫语道 两者交替化作一道轮回 磨灭空间的束缚 斩断时间的因果 具有无量神能 面对这道神则 第五代元天师 表现出了傲视人间的修为 元文满身 荣于天底间 脚踏无尽大地 手托万古青天 他浑身发光 像是一尊永恒的神明 四面八方 天经地气全部涌来 大道印记 成为了一条条神河 交织在虚空 万山启动 无尽地脉复活 天穷道明 垂落悬光 全都为元天师一人所用 举手抬足俭 代表了这片天地的意志 他轻轻地一伸手 向前按去 像是崩坏了这个世界 将这宗谷王 一下子压得矮了下去 大口磕血 身体骨头炸裂 道之初 元之尽头 元术也是道的一种 修道极尽处 天然合一 挥洒天道 无所不能 这位祖王 受古林寻无比强大 可是此时却大口磕血 受了大道伤 毛子中万物沉浮 而后所有景物 一下子全部崩毁了 他变得更可怕了 叶凡当场就要动用 吞天魔罐 但是却被张林拦住了 暗中告诫 要让人认为 凤无使大地法治而来 震杀神灵谷 震慑万族 莫要动用吞天罐 不然事后 难以摸进狠人大地的气息 到了这一刻 无需多余的话 只能用生命去谱血战区 唯有血战到底 叶凡头顶 一口残缺的大钟 手持内杆黑色的战戈 在神灵谷中大杀四方 如入无人之境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